真知是吧 想不到车内装饰也有这么多风险 有网友分享自己在车标上贴钻 被帽子叔叔要求净数去除 看了评论区才知道 明获一朵 暗箭难防 这些小玩意儿竟藏着大风险 若是不幸遇到意外安全气囊弹出 这些钻会随之一同飞出 镶嵌在驾驶员的脸上 所以车内真的不能乱放东西 像碳酸饮料 充电宝 老花镜和打火机 以及这种传统的香水香薰 在高温天气 太阳光长期照射的情况下 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天然萤火源 就有车主因为 车载香水爆炸 导致内饰损坏 明明几十块买的东西 一个没注意 最后修理费用翻了好几倍 幸好啊 现在出现这种 耐高温不漏液的出风口夹香薰 我在用的 椰放小黑霞车载香薰 背面用的是这种 纸透香不漏液的技术薄膜 也不怕融化腐蚀出风口 一个能用一个多月 椰放还针对车内各种常见意味 贴心的添加了能够除臭流香的成分 先把净味除干净 让留在车里的味道都是香的 而且各种检测报告都有 家里有孕妈妈和宝宝的 也放心用 持证上岗 不幸你试一试 使用方法很简单啊 就这样 轻轻一拉一挂 不占地方还不会掉 香味就会随着空调风 均匀覆盖车内的各个角落 总共有五个味道 我全买回来了 这个海盐熟尾草味道很清新 还带点海边吹风的感觉 像我一样爱喝茶的 就选佛手干清茶 仿佛开车开到了茶园 提神又醒脑 浓淡也能自由调节 要是闻久了想换个味 直接把它一拨一拨 关闭后盖 有了它 我开车心情都好了不少 解压Max 真心不妨试试看